六一儿童节 瞧一盘小将的对局吧 选自2023象甲第二轮 红方经济连队魔童孟凡瑞 15岁 黑方江苏刘伯红 14岁 这盘是合棋黑胜很暴力 红方6分钟 黑方4分钟走一步加3秒 比赛开始 前期中炮过河局队 平风马 伯红平炮对局 魔童不换 退炮 红方上个鞭马 和正马比起的 这肯定算冷门 黑方G8进5 要吃这兵 红方进中兵 黑方没有吃 他走马退窝心 先看一下这个吃兵啊 如果红方有两个正马 是可以往上跳打的 一个怎么办呢 这里有个浸泡大局 他不能平 只能往后走 红方在马九进七 既能往中间跳 又能送兵 送兵就是说 未来重炮打局 局不利显地嘛 反正黑方有一步处理不好就要完 吃兵呢 风险太大 也没便宜 博红选择马推窝心 红方进左炮过河 这个就是防止黑方去打死狙 红方会吃中族一将 不像红方的躲狙 跳出窝心马呢 红方可以平炮将 黑方补视 还是躲狙 死不了 黑方博红当时架中炮了 这就是个陷阱 红方不能再打中族了 因为对手会吃中兵啊 这炮挂了 被这狙马同时攻击着 你躲炮不敢 黑方双将 吃完还叫抽 那你如果不躲炮 直接砍马 黑方杀炮呗 窝心马能动了踩着狙 逃狙的话 黑方又杀炮了 这个飞刀还是挺狠的 不能吃足 魔童上佐马 保护中兵 这回能吃了 黑方一看 那我平炮打狙呢 躲 黑方跳出窝心马 哎等会儿 有一位叫长西小月的铁铁 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 他说这个打中兵 马采狙怎么样呢 演示一下 红方吃炮 黑方采狙 红方吃马 一将 电炮卧槽不挂了吗 看来只能不是 红方卧槽 一局混三呢 弄完之后 红方一出狙 他要是捉马 红方不用管 把左狙往前抬 如果敢吃 红方将一军 电鞠 红方套炮 打死了 回老将 红方进炮 又打死了 看来打中兵抽局不行 黑方是跳出 卧槽马 稳着 我再提个醒 这牌可是合棋 黑胜啊 红方必须得赢 小胖走出一步送兵 实话是说 这手棋是比较亏的 但是也浪费了 黑方大量的时间呢 还剩几秒钟的时候 他吃了 红方平炮 黑进阻拱马 往边路跳 吓得凶 平阻拱 马九进八 进阻 马九进七 死不了 黑方选择 鞠一平二 红方上马 想要退炮打足 黑方平开 红进去抓炮 平 魔童也不捉马 他来个炮打边足 将疯狂进行到底 黑方不敢吃炮 这是挂脚 死了 不是 平炮打向闷弓 薄红飞飞 小胖还是没有捉马 他应该是担心呢 黑方会进去对捉 到时候他没处跑啊 现场这样走了 横举 他如果抓 红方就平举宝 你要是飞向踩马 红方就往回蹦 捉黑方的马 踩黑方的足 这其实不怕的 黑方一看捉不死 他选择平足吃兵 红骑勾马 黑方向下冲足拱炮 小足有根 红退到窝心 马三进四往上跳 七路马不要了 何其黑生 黑方比红方还猛 小胖没有吃 他可能担心 黑方去捉马 其实不怕 红方有一部摆炮 这是个连傻 黑方不可能用鞠挡吧 刚才马白丢了 他有可能会用炮来打 那就吃掉边向 这个三路炮下敌又是啥 出将就怼一将 爬上来 之后再来个平炮将 电炮踩了 逃马 红方砍炮 没跟了 城市 红方也是砍炮 这马动不了 往下就不用演示了 红方大悠 当时小胖没有去吃马 他时间也不多了 走了一个兵三进一 蹬着鞠 黑方退回来看马 红方不吃炮 进兵过河 黑方拆掉中炮 打底箱叫杀 对炮是可以考虑的 红方选择飞走 黑方退炮 打鞠 红方骑马一将 黑方吃掉 有一位叫踏雪寻飞的旗友 飞子的飞 跑来说 黑方如果不吃马 他出将呢 这打着鞠又吃着马 红方可咋整啊 有这么一招 黑方吃鞠 红旗回马 黑方接着吃 红方砍马 回降 这里不能握草 有炮 拱了 平炮解杀 拱马吃兵 炮打中足 总的来说 红方这棋还是不赖 有公式 这里是主事儿 别争混了 红方挂脚 薄红没出将 他吃的马 下面小胖走得 有点花哨了 应该先干掉 三路炮 他没吃 走的是居酒平七 黑方躲 红方吃鞭炮 落斥 炮打鞠 红旗拉住 黑方浸炮过河 要抽鞠啊 红方拆掉中炮 对手向吃兵 退鞠 跳马 踩鞠踩相 平到边路宝相 委屈 他放在七路线 黑方吃相 红方再次拉住鞠炮 这个棋 现在黑方是占优的呀 他平了个阻 这招不好 给优势整没了 最佳招法 退炮 从这将是抽鞠 没得黑吧 在一个退炮以后呢 这个马活了 可以从这出来采鞠 红方不好下 当时博红啊 炮没动啊 他平足 不是什么先手 红方平鞠过来 黑方当时已经方寸大乱了 走出最后一个败招 进鞠抓炮 结果红方平炮吃足 边打二怪 同时打着鞠马 那么正招是什么呢 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好想 还是退炮 红方如果吃足打马 这马没点是吧 黑方进足对拱 红方咋下 你如果往外跳 黑方就从这出来 红方吃马 黑方吃马 换一个点 如果从左边呢 从左边黑方就进足 这个造型红方还不好办了呢 你用鞠吃吧 他下底炮 你不左是他平炮僵 不右是 黑方下底鞠抓相 要没了 那你不管了 炮打马 黑方拱是 上帅从这边将抽鞠了 吃呢 吃的话平炮僵 又是抽鞠 现场就这些招肯定没时间想 当时也是心慌意乱了 脑袋嗡嗡的 鞠抓炮 那红方又打足 黑方冲中组 炮打马得子 黑方平举手类 上市 这个平炮僵没用啊 吃六行了 人有根呢 黑方补相 红方抓炮 长长时间 好像是五六下 应该没了 补相 黑方进居 想扭转败局 不可能了 红方进马登局 吃个兵抓炮 红方就退步 黑方又想平足拱向 飞开不给 退局 进马过河登足 薄红把足一横 好家伙 红方进马踩双举 你别马腿没用啊 红方可以砍炮 吃鸡就踩 丢子没跑 当时也没别 黑方送炮 飞飞 吃鸡 回马金枪 胜局 以地 红方净多两个大子 对手无力再战 最后呢 祝列为儿童节快乐 童年 是一本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书 祝小朋友们 读得精彩 好 下期再见